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朋友们可能大多时候看过《流浪地球》 在《流浪地球》里面提到 大家那时候没人关心太阳 大家只关心一种叫做钱的东西 但实际上在世界上 但是也确实不多 大概4000多人每时每刻 利用遍布在世界各地各种望远镜 光学 无线电等等 包括11个空间探测器在探测太阳 在《流浪地球》里面是科幻 把未来五六十亿年以后 太阳的急速老化和剧烈变化 科幻到近期 太阳系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丰富的结构 那么这个片子里面展示的就是 在2002年4月份 其实看到在太阳上一个表面区域 这些显示的一个爆发活动 然后它引发了整个全部太阳尺度上的 我们叫日美物质抛射 或者大家所熟悉的太阳风暴 然后这个扰动就从太阳一直 传到地球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雪花点 它不是噪声 它就是刚才那个爆发 所产生的高能粒子 传到太空以后 打到探测器上 所以你看到的 那么这种太阳爆发 是太阳系里面最猛烈的爆发过程 那么大概有个概念 就是相当于给我们地球上 每个人一颗氢弹的 这样一个能量的总和 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来研究它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这种爆发呢 就是能对日地环境产生扰动 所以你看到在太阳表面上 只是局部的一个扰动 但是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 比如说辐射增强 那就光八分钟就传到地球 那么一些刚才显示的高能粒子 可能三分之一光速 大概就是半小时左右就到地球 还有现在看到这些普通物质 可能就是慢一点 那么就会半天 快的半天 慢的三五天 也会到地球 那么就会影响我们地球的环境 所以最后大家看到的 这个两极漂亮的极光 其实是太阳活动的影响 那么这些活动呢 就会因为太阳离我们最近的恒星了 所以它这些活动就会影响 必然影响我们人类的空间环境 然后就是对于天上 我们现在大家知道航天气 所以航天还有航空 通过极区的飞行以及通讯导航等等 那么甚至大家想象这些都是影响天上的 其实对地面也会有影响 对这些长距离的电网的通讯 和电网的运行 和长距离的石油管道的输运 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所以这些都有实际的粒子就是影响 比如说八九年影响了魁北克六百万人口 就是让他们停电 那么太阳爆发我刚才提到 它有这种快的和这些高能粒子 以及普通物质的传输 所以它就带来一系列问题 我们就会来关心 就是这些爆发为什么会产生 还有呢就是这些 它的规律是什么样的 还有高能粒子怎么加速等等 另外我们大家可以听说过 就太阳有个大概十一年的活动周 就是活动周强的时候 刚才说的这些现象 大概一天三五次 那么在这种慢的时候 可能三五天一次 所以这些呢 这个周期到底为什么这样变 还有它是怎么 就是作为长期和短期 影响我们地球环境 所以它们联合在一起 都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些科学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光学 太阳光很强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反差 比如你看到前光 别的都看不见 所以光学通常就只能反映 太阳附近的信息 那么对于看不见的地方 其实肉眼看不见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它这些爆发活动 扰动都传过来 那就是在无线电波段 我们能够探测到它 所以这个呢就是 这个示意图可能专业点 大概意思就是说 太阳爆发的时候 如果在无线电频段 一般是在分米波段 也就是几百兆的这个范围内 然后迅速可以看到 在这个刚才说的时间尺度上 往两边扩展 那么低频就是 冲着地球方向过来 就是可能频率一直降到 几十千赫兹 那么高频打到太阳表面 那就是大家也许听说过的 太赫兹或者亚毫米波 就是往下走 但是我们当然就是刚才说的 光学你一般只能看到太阳表面的东西 我们希望看到它的整个爆发过程 但是对于无线电波段来说 成像观测并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现有的设备呢 是只有少量几个频点 比如法国是在米波段 我们说的是米波段 就是一百五十兆到四百五十兆波段 然后俄罗斯有一个设备 在五点七金赫 就是又对于太阳来说又比较低 还有日本是十七和三十四金赫 又是更靠近太阳表面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现在研究发现 它是刚才讲的对应 这个几百兆赫到金赫这个范围 也就是手机那个频率范围 但正好对这个频率呢 就是观测这个空白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这样一个设备 在所有的方面都来呈现 来个能够来了解它爆发的这个起源 那么这是刚才展示的那个爆发过程 那么我们国内的外眼镜 来看到的在无信念波段 看到的这种非常复杂的这种过程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它为什么发生 我们可能对这些爆发原因也就知道了 那么这里示意地看 大概上面的图 就是可以看到大概一分多钟的样子 但是我如果把它放大 你可以看到它的细节 就是在这个0.6秒间隔中间 仍然很常复杂 那么在无信念波段上成像有个问题 就是望远镜是世界上最大的 也就是100米量级 因为再大地球就撑不住 它就垮了 所以大概就100米量级 但是我们知道分辨率 我们一般就是说是工作波长出场口径 那么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 也就是刚才说100米量级 那么通常它的分辨率还不如我们人眼 人眼我们可以说我们可见光 工作波长500纳米 瞳孔5毫米 所以我们说我们人 你看我看 你的分辨本领大概是万分之一 但是我们看世界上最大的 射电望远镜 这个分辨本领也大概只是1%到万分之一 所以无信念波段 我怎么来提高分辨率呢 你只有 刚才说你如果再大就塌了 所以只能是把望远镜口径做大 那你实际就做不大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想象一个大望远镜 然后把这些小望远镜给它的信号结合起来 那么这时候你就起到这个效果 大家可能前一段看到的这个拍黑洞的照片 就是用同样的原理震 所以这就是我们建设的这样一个望远镜 我们经历了十年的历程 因为也要选这些好的环境 所以在内蒙古 那么这里在冬天的时候是零下三十多度 那么这十余年里面我和我们的同伴们 所以尽管是零下三十来度 大家可以穿衣在外面 乐在其中 那么这是谷歌地图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望远镜 有一百个天线见到那里 其实在建设中间 这些科学杂志就曾经报道我们的进展 它也在那里说 说我们中国正在建设一双地球的新耳朵 在聆听我们最近的恒星 也就是太阳 2015年著名出版社 也在专注不可见的宇宙 这是因为讲射电天文 所以它也指出来 所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射电望远镜 它要么只能观测爆发 随着频率的变化 就我刚才讲的 我们前面只能看到爆发 你在频率上面可以看到 但是它在哪不知道 还有一个要么就是 有的刚才讲了 我可以用这个技术 我再看到它的位置 但是它只能设定在某几个固定的频率上 所以不能在所有频率上都看到 所以我们这个设备就实现了这一点 我们就说 我们这两个方面都能做到 我们既看到它随着频率变化 刚才的时候就能捕捉它整个变化过程 我们同时呢 每个频段上面 随时和随刻 它位置在哪儿也能来追踪 那么这里给大家展示 两个它的一些初步效果 那么这是一次爆发 反正曲线就是强了 你就认为就是有一次爆发了 但是如果没有成像观测 所以大家只是知道在这个爆发的时候 同时也发现有这个无线电的爆发 国际上权威的这些卫星项目 或者说我们国际上通用的日地物理资料 它就把它归结为都是这个射电爆发 但是用我们这个望远镜 我们把我们这些数据处理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不仅仅在这个 这个原来说的中心的地方 它有一个爆发 其实这个最强的射电爆发 我们看到它是在太阳边缘 是另一个世界 所以这也就反映出了我们这望远镜的重要作用 你如果没有它 你可能错误地说 就是光学看到太阳表面 以为只是中间一个世界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就说 它真正 它这个爆发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最后呢 我就借用李正道先生 为我们在08年 为我们这个望远镜落户 那蒙古冥土观测基地的一个题词 就是永随阳光造福人类 来结束我的演讲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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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